结合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游戏 考验你的逻辑与搜寻答案的能力 就按登入 那我们通常游客的话 就是按没有账号 然后访客 只要用平板或手机 扫描QR Code就可以进入游戏 画身主角跟着指示 探索海科馆内展厅 深入了解海洋科学知识 那从前就会有一些猜测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到 实际的那个展厅去寻找 它到底正确答案会是什么 永生流的食物链 刺激消费者到底是哪一种鱼呢 深入展厅 答案就在周围 找到了答案是沙丁鱼 好玩又有成就感 更能了解各领域的海洋知识 透过这个活动 我们可以从海科馆各个园区中 学习到有趣的海洋知识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游戏很好玩 只是还可以 没想到还可以结合科技 来学习到很多海洋的知识 那几年手机扫描QR Code 我们现在有海洋种子教师所设计的游戏 共有七款可以体验 还有我们自己海科馆 所设计的游戏有三款可以给大家体验 欢迎大家来海科馆游玩 配合科学节 海科馆推出 ARG实境解谜设计大赛票选活动 不只展现三年来的成果 更要激发大众对海洋环境的重视 ARG实境解谜的课程 在海科馆已经发展了将近三年 然后今年首次针对学校的教师 还有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们 开设了初级跟高阶的 两次的教师研究人员 今年的11月1号到30号期间 在海科馆这边特地把 参加过进修 就是进阶班的研究人员的老师们 他们所开发出来的 七套ARG的课程 跟海科馆的自己的三套课程 合起来总共十套 在海科馆给民众来闯关 欢迎大家来海科馆 追最夯的ARG实境解谜游戏 在科学节期间 玩游戏还可以获得小礼物哦 而ARG实境解谜 世界大赛票选活动结果 将在12月23号颁奖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